玉姐那妳這次拍廣告 有被罵嗎 就是曹蘭姐有沒有 稍微念妳一下 誰念妳 曹蘭姐 不會啊 我是自動人喔 曹蘭王月十二年後再合體 歡樂回憶殺到妳家 先曹蘭王月十二年再度合體啦 兩任2001年主持的生活智慧王 轟遍大江南北 他們也在活動現場教學收納 就要靠真空讓他保鮮太久 我覺得啊 我試用的結果 我覺得比原來的蜜蜂還要蜜蜂 這是最厲害的地方 那就是大蜂蜂 是大蜜蜂 老派檔一搭一唱默契十足 勾起觀眾回憶殺 兩任相隔這麼久合體 我們我表現有一點點 還沒有搭上的感覺 這是我們故意的啦 其實我們可以再講一遍 真空所欠生活收納術 歡迎收看全年收納智慧王 應該是可以的 我們剛剛真的是 被馬半個新聞給贏了 我們很喜歡逗樂大將 所以現場就是很開心 玉姐那妳這次拍廣告 有被罵嗎 就是草蘭姐有沒有稍微唸妳這樣 誰誰唸 嗯 草蘭姐 不會啊 我是這種人的喔 默契超好的 我們拍廣告的時間應該是 超前 幾乎就是 就是每一個card都是可以用的 刷刷刷就拍完了 就是 怎麼打怎麼接 我們都不怕 對方接不到 要不要老一點打 老白笑話 老白笑話 也是嗎 是嗎 Biz有改變嗎 如果是2011年有附電影 如果就沒進到 2011的話都可以 我12月券 好像沒有 完全沒有什麼變 就是我做阿嬤 對我一個就是 他當阿嬤我結婚 你一個人在忙 就把我才去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忙的 帶走啊 曹蘭2017年 和日籍老公賣掉台北房子 定居台東督蘭 夫妻倆靠教日文維生 你最後要開課幾天啊 目前其實還好 我大概一個禮拜九三天有課 就是每個禮拜大概六十天 照顧七十狗 我會不會真的很累 其實還好 因為我跟我先生上課 一定會錯呆 因為其實比較多 因為整個下午就是 一起就是 你知道就是 在院子 看過關 然後就看來 然後就差 沒有 因為 很累 哈哈哈哈 這跟藝人的收入 你覺得會差很多嗎 嗯 差很多啊 可是他代言就 就 一年兩年的生活費都有 哈哈哈哈 就是以前當藝人的收入 大概差幾個零 其實我在當藝人的時候 也沒有幾個零 所謂的幾個零 我覺得就是 當我有八個零的時候 我過八個零的生活 當我只有兩個零的時候 我就過兩個零的生活 兩人還恰巧都不愛使用3C 談到要如何維繫感情 我連跟我媽我都不聯絡 我常常在想 我們聯絡還是要聯絡出來 跟他好 這邊我們去換個 那幹嘛 所以曹菀姐我們要怎麼聯絡你啊 你真的不用聯絡我啊 哈哈哈哈 我們在那個臉書什麼都沒有 在意給我們